若望默示录第五章 我看见在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 有一书卷内外都写着字 用七个印密封着 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 大声宣布说 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 开启他的印呢 但是不论在天上地上或地下 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 没有能阅读他的 我就大哭起来 因为没有找着一位 当得起展开那书卷和阅读他的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达魏的苗印已得了胜利 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 我就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 并在长老门中间 站着一只羔羊 好像被宰杀过的 他有七个脚和七只眼 那眼睛就是被派往全地的天主的七神 他于是前来 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右手中 接了那书卷 当他接纳书卷的时候 那四个活物和那二十四位长老 都俯复在羔羊前 各拿着咸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 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 并唱新歌说 唯有你当得起 接受那书卷和开启它的印 因为你曾被宰杀 曾用你的血 从各支派 各异语 各民族 各邦国中 把人赎来归于天主 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机 侍奉我们的天主 他们必要为王 统治世界 我又看见 且听见在宝座 活物和长老的四周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树木千千万万 大声喊说 被宰下的羔羊 参向全能 富裕 智慧 永义 尊贵 温柔 和赞颂 此后 我又听见一切受造物 即天上 地上 地下 和海中的万物 都说 愿赞颂 尊贵 光荣 和玄力 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 和韬羊 是予无穷之事 那四个活物就答说 阿恩 张老们 最父 佛朝拜 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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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